其實這群專欄作家有名的 是不是去到文革的時間 已經再不和你們寫了 那些人總之心裡都沒有了 是不是 文革期間已經 即是六零年代中期已經開始 文革後李沙威死了 李沙威死了 李沙威死了 這個人是一座好人的 死了 跟著就是 第一 人家發達你不發達 好像是高雄被人抓了 高雄抓了 被人離開了 被人離開了 有些燒紙就燒了 所以經濟很困難 所以 我們實際 如果頂下去都會頂下去 我也是社會 最後一年 蝕本是270萬 1999年 於1992年 出責 1999年 不是凱逼的 後來找我們的講問編修 年輕人發射稿發頭條的 結婚就出糧 哇 解釋這麼高 其實幫老闆說 我大把銀子接給我們去玩 最好最好 不用來一問我 他去玩不玩 其實有時 一接管之後 其實將出座老闆的管理副行 整幫副行都換了 以前的作家 我們沒有錢給一張幫寫稿 換了那些卡 他找了新人 每個幾百元 錢賺錢 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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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一看 大陸我到九中 那時是九二 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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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覺得周收美 我們幫忙做事在一周刊 幫了一段時間 我們人工 本來就說 做到最後一個月 最後一個月 在三年以上是雙倍的 對 譬如我相報了42年 你應該有84年 84年 84年 那 後來又可以給 後來 後來 那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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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傢伙很大 那些傢伙經濟都不太容易 後來 到85年 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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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我先走了 但是 我幸好 那些傢伙還借錢買了一層樓 因為剛好開始 硬大約拆 然後搬 沒有地方住 我在北國買了一個舊樓 五十萬 那些傢伙好像有政策 借晚上買樓 借晚上買樓 那些傢伙 那時傢伙一名 80年代 86年 我太太回到大工 大工另外一個政策 沒有錢借給他買樓 當你噴欄壺 借五萬元給他 就不用認識 我就要認識 後來我說 當我現在就靠買一層樓 哈哈 這真是幫你儲到錢 主要就是這樣 導致現在人們說什麼聲鼓發掌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什麼前途 很開心